准备拆箱工具 拆卸木箱固定螺丝 打开木箱 检查是否为全新机器有无破损 依次取出木箱中配件备用 开射机头固定螺丝 开封配件箱 依次取出配件箱配件 核对装箱清单物品 挑选出横腿两个和万象轮四个 用M5的内六角扳兽进行安装 万象轮安装完成 挑选出竖腿两个 用M4内六角扳兽进行安装 竖腿与横腿安装完成 用M4内六角扳兽将横撑固定到竖腿 鸡腿安装完成后将鸡腿放正 挑选出废墨平支架 用M4内六角扳兽固定到竖腿上 挑选出竖腿安装 挑选出放纸器支架 两个用M4内六角扳兽固定到竖腿 挑选出风筒支架 两个用M4内六角扳兽固定到竖腿 两个用M4内六角扳兽固定到竖腿 将左右两侧放纸器支架压板拆掉 挑选出左右放纸器 把左右放纸器上面的手拧丝松开 将武林管穿到左右放纸器中 并放纸器支架卡槽内 将穿已安装好的武林管上 放纸器支架压板固定 放纸器部分安装完成 把风筒两侧的手拧丝去掉 将风筒用手拧丝固定到风筒支架 将机头抬到机架 主机体下面的橡胶块对准机腿上的孔位 机器放置完成 选用M6×16的内六三件套 将机器固定到机腿上 挑选出收纸器支架 用M4扳兽固定到横腿上 将风筒风扇电源插口插到机体右下方电源接口 将废墨瓶放到废墨瓶支架 废墨管插到废墨瓶里 把机器左上方盖板黑色十字螺丝 用螺丝刀拆掉 大墨盖墨仓固定到盖板上 然后把大墨盒放置到大墨仓中 整理墨针 按照墨管上面的墨序标识 依次插到二级墨盒 拆掉皮带鸦片 把电箱后盖下方的黑色圆头十字螺丝松开 把地线固定好 按下主机开关按钮 开机 开机动作完成后 点击控制面板 将小车左右移动 却小车能够正常运动 用十字螺丝刀拆掉小车前罩 开始安装喷头 李宗盘